相交所103年度盈余 创下近8年新低 董事长李树德坦诚 台湾股市日均量不到1000亿元 量少其实不太健康 中国取消股市一人一户之后 上周新开户数 将前一周大增93% 总数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福岛合一厂 今天传出八台脱水马达 突然停摆 导致受到核污染的雨水流向大海 受到降息预期拖累 澳元会价再度大跌 财经八点档 八点看财经 我是张正华 我是李若杰 好来关注台股 有机会跟上国际股市的涨跌幅吗 今晚会主委曾明东就表示说 台股基本面良好 交易制度持续改革 而现在可以说是Under Value 中长期渴望看见台股再创新高 而至于率先呼应这个创新高说的 则是股王大力光 股王大力光今天开盘三分钟 一下子就越过了3000元的关卡 最高冲到了3010元 只是股王没有能够再动大盘冲高 台股今天开高走低 还一度跌破了季线9531点 而最后今天中场小跌了18点 收在9533点 至于成交量923亿元 同样没有突破千亿大关 好接下来镜头电铃来到的是南韩 南韩总理李婉九深陷贪腐风暴 而根据南韩媒体报道 他已经递交了辞职信 等待总统蒲景惠反国之后 就渴望批准成为上任 只有63天的短命总理 而李婉九他之前呢 疑似向之前自杀的南韩富商 收取了相当于84万元币的政治现金 引发了政坛动荡 而蒲景惠如今民调大跌 也引发了南韩的内阁政治危机 台阶八年岛就在昨天 传出了在地中海 发生了一起移民船的沉船抢案 而现在最新的死亡人数 已经飙升到了950人 其中包括200名的妇女 还有50名的儿童 而这艘船 在了大部分都是从北非来的非法移民 而这些人 他们用一生的积蓄 买张船票 期待渡过大海 追寻他们的欧洲梦 然而这些海上航线 船难不断 只要一次的翻覆 往往就能够吞噬百条人命 在这些移民船难的悲剧背后 到底是怎么样的推与拉 逼得移民们 还是前仆后继的 用生命来赌一场欧洲梦呢 今天我们要带您一起看看 在地中海不断发生的移民悲剧 而地中海也仿佛成了海上坟场 我们先看到呢 这些搭上了船只的难民们 其实呢大多都是来自中东 或者是北非国家 而当地的战乱平人 法治松弛 人口走私更是猖獗 而追寻欧洲梦的难民们 往往必须撑过一到三个月的航程 这个船票甚至是高达了一千到五千美元 相当于索玛丽亚 厄力垂亚 还有玛丽一般老公 十年的薪水左右 我们以这一次在地中海遇难的船只来说 我们看到呢每一位难民 他们呢人蛇集团的收费是三万元台币 乘以950人的话呢 这一次他们就收到了两千八百五十万元的台币 可是我们看到呢用来在难民的就是这一艘简陋渔船 其实呢只价值三百一十万台币 这样一来一往之间呢 走私的这个人蛇集团直接赚了两千五百多万 可以说呢简直走私就是一场暴力 而且呢这个非常简陋的渔船 其实呢只能够容纳两百人 但是却塞进了九百多人 而且呢还故意遇难 要让海巡来抢救他们 而意大利的多家媒体形容 这艘初四的船仿佛呢是十九世纪的奴隶船 有数百人都被困在狭小的船仓底部 一出事根本都没有办法逃生 而且呢不止这一期死了九百多人的船难 我们带您看到就在今天 在希腊的外海其实呢也发生了船难 有一百个人是落海的 而现在呢已经确认有三个人死亡 其中有一个人还是小孩子 我们看到呢再往前推到这个月的12号 在利比亚的外海同样也发生了船难 离难人数两百五十五人 而回到今年的二月份 同样呢也有一体船难 离难人数是三百三十人 接下来带您来到2014年的九月份 马尔塔外海同样一场船难死了五百人 2013年的十月份 同样有一场船难也死了三百六十六人 而这些难民如同航行在海上的分岔路口 一条从往的是欧洲而另外一条则是迈向了死亡 我们先带您看看呢这些来自北非 或者是中东的移民 他们到底是经过哪一些海上的航线 而抵达欧洲的呢 我们来看到呢目前这块黄色的大陆呢 就是北非 而往上头看的呢则是所谓的南欧 主要的这个行程呢 很多北非人会来到这个岛 叫做兰佩杜萨岛 这个兰佩杜萨岛呢刚刚好就在这里 可以说呢是距离北非最近的一块这个意大利的领土 很多人呢会先来到这个岛 只要踏上了兰佩杜萨岛 就等于踏上了欧洲的土地 而当然呢也有人直接呢经由海陆前往意大利 也有人前往希腊 也有人前往西班牙 目前呢这些可以说都是比较流行的路线 我们以官方数字来看的话呢 就在2012 2013没有可靠的数据可以来提供 但是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1500人左右 2014年飙到了3500人 而2015年到现在为止呢 目前估计也大约超过了1500人左右了 这个数字呢是来自联合国的难民署 而这些难民们前普后继 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搭上移民船 就是因为呢他们要赌一个能够成为欧洲人的机会 从1990年的都柏林公约就规定说 不可以未经审核直接将这些非法移民 遣返回他们的国家 也就是说呢只要能够踏上欧洲的土地 就有机会能够拿到欧洲护照 真正的成为欧洲人 我们看到1990年的都柏林公约是1997年生效的 当难民首入境国第一个入境的国家 他们呢需要帮难民们做所谓的庇护审核 而北欧就批评说呢意大利跟希腊 他们呢乱发签证 常常呢发给很多的难民北欧的签证 使得北欧疲于应付这些难民 可是南欧也抱怨了他们的人力跟金钱都不足 他们光是疲于海上救援 负担就已经是非常的庞大了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 为什么其实以官方数据来看呢 2014年C年的数字呢 难民人口突然的飙高呢 这些其实都还只是所谓的官方数字 而实际上偷渡来欧洲的人数根本远不止于此 就在2013年 意大利派出了直升机跟船舰 组成一个队伍叫做我们的海 而这个我们的海这个救难队 他们一下子救起了更多的海上难民 我们看到意大利这个新的政策 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的12月 短短的一年多期间 他们在海上救起的人数超过了15万人 而每个月呢 这个搜寻救援的费用高达了900万欧元 因此意大利说这笔钱他们难以负担 一度呢缩小了他们这个我们的海的搜救规模 来看到他们也受到了很多的压力 其实呢 这个意大利推出了这一项的搜寻行动之后 在地中海另外一端的人口走私贩子 眼看这个人道的臂膀深入地中海 他们更是源源不断的送出难民出海 也因此呢 也让欧盟其他国家直接批评 说意大利此举是变相的鼓励偷渡 而另外呢国际组织则是呼吁说 意大利应该赶快来恢复 这一场人道救援 至于本周刚刚举行的欧盟紧急会议 则是最新提出了10点赢役 我们看到最新欧盟会议 因为呢刚刚这场船难死了950人 因此现在欧盟提出了最新的计划 他们说要打击人蛇集团 仕同海盗来攻击他们的船 同时呢要增加海上的巡逻经费 要支援意大利跟希腊来做所谓的庇护处理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 他们即将要建立所谓的新遣返计划 也因此呢就有专家说了 未来这个新遣返计划一旦开始实施 会不会使得最近呢 在还没有实施的这个空档 所谓的海上难民继续飙高呢 这个海岸的抢救风险很高 但是更大的挑战 还在后续的移民长期安置跟融合 然而呢 看刚刚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北非难民来到了欧洲 但这几年欧洲的经济状况 其实是有一点疲弱的 大量的移民也变成他们的负担 而其中最多移民想要去的国家 就在这里就是德国 到德国有哪一些好处呢 我们先来看到呢 2013年 新难民申请已经超越美国 来到了冠军了 而2014年难民呢 来到德国估计 23万这么多年增 一倍左右的数字 而德国到底为什么 有哪一些对于移民的政策 让很多移民蜂拥而来呢 首先是德国的经济社会福利 是举冠的 除了会帮这些难民们 承担住宿费 还有医疗费之外呢 这些难民一个人 每个月就可以领352欧元 如果呢 你有小孩的话 每个月还可以在家领100多欧元 同时呢 来德国也可以投靠亲友 以及呢 不包括了这个德国在欧洲地理位置 可以说呢 是位居一个优势 目前呢 很多收容所通通都已经爆满了 而德国的收容所跟融入措施 都是相对完善的 也表现出接纳难民的心收 然而最近呢 就连德国呢 最近收容所呢 很多都出现到纵火的情况 也透露着德国人的不满跟抗议 也显露出如今太多的外来移民 让德国也出现了一些排外情绪 而这些难民们 他们希望落脚欧洲 他们想尽办法赚钱 然后奋力寄钱回家乡 要帮助下一轮的亲人离乡背井 同样呢偷渡来欧洲 也因此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很多难民呢 会投靠他们的亲友 因此呢 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难民来群聚 举例来看的话呢 像是慕尼黑 大多都是来自伊拉克 叙利亚的难民 而德国的汉堡 大部分来自的是阿富汗的难民 而至于呢 德国的柏林 则是大部分都是来自 所谓俄国的难民 可以看得出来 飞波海上移民潮 如今只有越演越烈 至于上海国际车展 在昨天开始登场 而展览规模更是创下了历史之最 不过以往呢 在车展总是有很多穿着非常火辣衣服的模特儿 但是呢 今年这些车模却虽然外形还是亮丽 但是呢 全身都是包紧紧的李小姐所取代了 而消费者表示说呢 这样他们可以更聚焦 把车子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今年在CES展上受到相当大瞩目的智慧电动机车 整辆车都是台湾所打造的 传出这辆台湾所打造电动机车 今年5月就会加入战局市场了 外传一辆成本要价金20万台币 不过真正的售价是否是六位数字 还是会比较清明的价格呢 今天发表会上 业者统统保密到家 犹如苹果饥饿行销一般 而且呢 由于他们的电池不用自己充电 预计未来在交友站 只要交换电池就可以了 我们带你一起来了解 而政府有意在劳动节之前 送百万劳工大礼 就是要把现在双周工时84个小时 缩短成为单周40个小时 也等于呢 一个月的工时就缩短了8小时 但是放宽加班时数上限 而专家呢 当然也就担心了 如此一来 会不会对劳资双方都没有好处呢 我们的全体报道带你一起看看 美国原油供需问题减缓了 加上全球经济温和成长的态势不变 渴望带动油价指稳回升 而专家也就观察到了 能源债值利率还在8%的高档水位 而能源股的股价净值比则 是低于20年的平均值 显示在油价指稳回升带动之下 有利于能源投资标的 在金融市场的表现 好 由于英国王室呢 过去以来呢 几乎都是南丁比较旺盛 那么这一次英国凯特王妃怀着皇室 第四顺位的继承人即将出生 许多人都希望这一次呢 可以为王室添个女宝宝 可以生个公主 来继承丹安娜和凯特的超级美人胚子的基因 而目前呢 皇室商品也跟着是发烧了 不管是凯特曾经穿过的孕妇装 或者是庆祝皇室新成员的蛋糕 现在都非常热满 很冷的俄罗斯呢 最近还取成了一场别开生命的 精心举行的这个滑装的这个 这个变装滑水比赛 参赛者呢 是打扮成各式各样的卡通人物 或者是电影人物 滑进冰冷的水道当中 有些平衡感不是很好 一下水之后呢 就不小心跌到水里了 不过大家还说 好玩最重要 先收看今天财经八点掌 我是张振华 我是李若杰 我们明天晚上八点见 我们明天晚上八点掌